不觉得吗 能够一起 能够一起 能够同心来到神的面前 你知道大家明白 在月儿一定要讲智慧 根本没有要讲智慧 因为一起集体的恩高的敬拜 跟你一个人独自的敬拜 带下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家里面 我们有自己的敬拜 我们自己的敬拜 我们有自己独神的话语 我们自己的灵修时间 但到我们集体的时候 神会赐下一个集体的恩高 所以在每一个节期 神要招聚百姓 每一个节期神要招聚 所以在今天傍晚六点之后 我们要进到一个祝鹏节 这八天当中 我们要怎样预备自己 所以今天这个信息 我再次一方面 要为整个祝鹏节的预备 第二我是要回应谢院长 谢永中院长 在整个灵修特会里面 讲到圣灵五十年前 如何拜访台湾 五十年后第二波 我们怎样的预备 所以亲爱的 今天用今天的信息非常重要 求神开通我们的耳朵 求神开启我们的眼睛 求神让我们心里能够明白过来 所以今天才要信息不长 但我们渴望 弟兄姐妹 能够再次在灵里面说 祝福我就单单就是要你 因此我们在救恩的里面 耶稣的福音里面 你知道你的生命已经不再一样 跟白白说 我不再一样 你的不一样不是 年龄不一样 长相不一样 皱纹不一样 是你里面已经不一样 阿妹 因为我们的里面 已经心意更新而变化了 阿妹 你已经比以前大方一点了 你已经比以前慷慨一点 以前你还没有信主很小气 对不对 以前你没有信主 什么都为自己 现在你信主以后 你会多思想一下 什么叫神的事 已经不一样了 现在你已经不一样 你的想法 你的观念 你的心智 你各方面 你已经不一样了 阿妹 因此我今天的信息 一方面为着 即将要来到的 祝鹏节的预备 第二 我要回应谢院长 在灵粮特会里面 讲到 我从天降 五十年前 圣灵如何拜访 在一个原住民部落山上 新竹坚石山上 的这一波的圣灵的工作 我们很渴望 当第二波来到的时候 我在其中有分 因此我要很快的 请同工帮我打到 以佛所书 以佛所书第五章 以佛所书第五章 第五章 好 这里特别提到 一件事 圣灵充满 我今天要从圣灵充满 再次帮助弟兄姐妹 圣灵充满不是一个时髦的 圣灵充满不是定义 你是灵恩派 我不是灵恩派 圣灵充满是 每一个属神儿女百姓 是常常 是不断 而且是几乎是每一天 我们都要与圣灵同行 阿们 我们来读这段圣经 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当相智慧人 因此当我们智慧人 我们就不像愚昧人 我们就能谨慎行事 要爱惜光阴 多念几次 要爱惜光阴 要爱惜光阴 我要多念一次 我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 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哪要被圣灵充满 当用诗章 诵词 灵歌 彼此 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我相信我们来到以佛所书 能够明白 在那个世代 在那个年间 在那个时代 是有很多邪恶混乱的 黑暗的事 所以在前面这段经文 讲到光明与黑暗 我们怎么样能够 不在黑暗里面 不在世界的蒙蔽当中 因为黑暗蒙蔽了我们 世界的价值观蒙蔽了我们 世界很多世上的风俗习惯 蒙蔽了我们 一句保罗在这里大声几乎说 我们如何能脱离黑暗 脱离蒙蔽 不在受世界价值观的影响 乃是要尽到成为光明之子 阿们 所以你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 当像智慧人 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 邪恶 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留意圣灵充满 再次说圣灵充满 我再次要明白 圣灵充满多么重要 当你没有被圣灵充满 当你没有被圣灵教官充满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耶稣基督的救恩 在你生命里面 是如此的重要和宝贵 为什么很多人信了耶稣 会拒绝耶稣 甚至好像对耶稣救恩 我的救恩可有可无 或者你没有那么深的感触到 你是需要被拯救的人 所以圣灵教官充满 让我们真知道 我里面这一生 我何等渴望 需要有耶稣基督 圣灵充满 我再次要说 圣灵充满不只是 让我们得着 侍奉的能力 恩赐和恩高 圣灵充满很重要 让我们成为智慧人 不再成为糊涂人 让我们不在世界的 黑暗的里面蒙蔽 让我们能尽到成为光明之子 所以要被圣灵充满 因此第一 你被圣灵充满 你能分辨 阿们 没有圣灵充满 你不能分辨 这世代 神的工作是什么 当你不能分辨 我们就被蒙蔽了 圣灵充满更重要的 能明白主的旨意 约翼教官还在吗 家人还在吗 圣灵充满在这说 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让你知道 耶稣基督真真实实 有形有形 住在我们里面 阿们 这是何等宝贵 圣灵的工作是成就延续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 所以你不被圣灵充满 你就不能明白 耶稣实在上的工作 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 所以当我被圣灵充满 我里面我就可想呼求耶稣 当我不断被神的灵充满 我里面就会不断的颂赞 赞美耶稣基督 所以很重要是被开启 没有圣灵充满 你就不被开启 不被开启代表什么 不被开启 你就觉得耶稣对你不重要 你没有那么多的渴慕 觉得我这么需要神的拯救 一句你就不能明白 神的旨意 圣灵充满更重要 还有一件事 你不被圣灵充满 你看不懂 神在每一件事情上面 对你的心意是什么 主的旨意跟你的生命 主的旨意跟你这个人 每一天所发生的事情 是有关系的 阿们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主的旨意是高高挂在天上 我是我 主的旨意是高高挂在天上 现在我今天要再一次要说 圣灵充满 再次说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 你能明白 你今天在你生命上 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让你知道当神的灵 在你身上 你有个智慧分辨 我身上所遭遇的每一件 不论是破产 不论是婚姻 不论是财务 不论是如何如何 怎样的每一件事 都跟神的旨意有关系 阿们 如果没有圣灵充满 我们无法分辨 在这里我说一下 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周牧师说 他的哥哥周神安 大家知道 就是Good TV 我不知道他现在 还是不是董事长 周神安他也是那个 什么的董事长 反正很多董 哥哥在做声音的过程 无论在日本 在台湾 他跑来很地方 破产三次 破产三次 今天破产三次的人 还有办法重新站立吗 但神让周牧师的哥哥 周神安在破产的里面 一次一次的站立起来 阿们 天将军你知道吗 圣灵充满 对我们来的多么重要 那个充满让你知道 在你生命中 所发生的每件事 都为了成就神的旨意 阿们 没有圣灵充满 你只活在哀怨 我在说没有圣灵充满 你只有活在苦毒埋怨 因此乃要被圣灵充满 接下来说 当用诗章诵词 林哥 当你看得懂每件事 神如何 借着每件事情的发生 为了成就他的旨意 借着你 成就他的旨意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们只能送赞 当你越送赞 这用诗章诵词林哥 彼此对说 口唱心和的赞美声 圣灵充满 最重要 让你不活在 哀怨的人生里面 让你不活在 悲苦悲痛埋怨 因为你看不懂 很多事情发生 你没有启示 没有智慧 看不懂 以至于我们只有哀怨 哀叹 然后悲叹 然后就是苦毒埋怨 但你知道哀怨苦毒埋怨 我们从以色列身上 让我们看见 他们在旷野 不断不断的埋怨 埋怨 埋怨 埋怨让我们进入 进入什么 死亡 所以圣灵充满 多么重要 容许我可以脱下 这漂亮的西装 这是给大家看一下 说我今天很庄重 有穿西装 其实接下来我才要发功 很热 圣灵充满 阿妹 所以圣灵充满 不是只有得着 侍奉的能力 恩赐跟恩高 阿妹 当然侍奉的恩赐 恩高能力非常重要 但圣灵充满 不只是让我们得着 恩高能力 恩赐 圣灵充满 让我们成为智慧人 成为光明之子 不落在黑暗的蒙蔽里面 以至你知道 在你生命中所发生的 每一件事 无论是破产 无论是婚姻 无论任何事情 只有一件事 就是神的旨意 要成就 阿妹 不然我们没有办法分辨 神发生在我们身上 每一件事 跟神的旨意有什么关系 大有关系 阿妹 每一件事都有关系 都为了成就 主的旨意 以至于当每一件事 来到的时候 那主的旨意 用什么 就是我不在哀怨 不在哀态 不在悲痛 我也不在埋怨 以至于每件事 我都能够用神话 施章 颂词 灵格 能够不断的来赞美神 赞美 让我进到 神的旨意里面 圣灵浇灌 开启我们 在每个世代 看懂明白 神的工作 我就要讲到 五十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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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七号 发生什么事 就是有一群在 泰亚族 新竹尖石山上的 一个部落 几个不起眼的妇女们 开始为着他们的族人 为着他们自己 在泰亚族里面 这些孩子族人 不断地酗酒的问题 男女混乱的问题 婚姻的问题 他们总觉得 他们是一个被遗弃的 几个妇女 谢院长 把他称作是 关键的少数 这几个妇女 开始连续的 不断的 在那里悔改 我相信 千万多年 谢院长 在这个特会里面 他讲到 当圣灵第二次 浇灌的时候 不是我预备好了没有 而是 我的心 够不够爱住 因此 他的信息的后面 要带出来是 我们身上有太多的壳子 我们无法脱离 所以圣灵充满 也让我们 你不是只有看到 自己是一个 有问题的人 圣灵充满 让你在问题中 你知道 有一个神的恩典怜悯 有一个神的大能 救我脱离 我生命中的壳子 请问哪一个人 不知道生命的问题 我比你们更知道 千万多年 我比大家更知道 我跟我妻子的互动 我在婚姻里面 问题可大了 你知道吗 大到不行 因为我是一个 自私的男人 我是一个自意的男人 我是一个 很宗教性的 很固执性的 就拿这一次好不好 我真的在共同面前 承认我的过犯 就是 我确诊的时候 我太太有好好照顾我 我太太确诊的时候 我根本没有好好照顾她 我专心做我的工作 我真的要大大悔改 这是我们男人的自私固执 然后呢 只顾事业 顾工作 难道我们不知道 我们的问题吗 有多少人 你真的不知道你的问题 有多少人 我也知道我的问题 我太太每次建议我这样的时候 我都把他反驳回去 他每次讲什么 就像我妻子 常常劝 劝我什么 我其实常常劝 你开车不要老师 钻那个小巷子 可不可以 我喜欢钻小巷子 躲红绿灯 然后快速一点 躲小巷子 不要走大路 就是不走大路 躲开那个小巷子 好了 我上礼拜真的出事了 我又从一个比较宽的路 要转到小巷子 赶快我把周师母带到高铁 就发生差状了 你知道吗 发生这事 当然很呕 很气 很 但我就安静下来 请问这个事好不好 没有人想要发生 虽然两边我们用简讯 你知道对方骂我 你这个白痴 有这种人吗 听到你们知道吗 对我师母常念 你又是一个不学习不长进的男人 阿妹 我就不喜欢手机 然后上礼拜发生 插状之后 他都说好 我们和解 我不会简讯 我也不会打 那你可以帮我打字 用简讯 然后我说好 那我 因为我是车子 它是autobuy 我说好 道义上赔你一些 好说那我们到 到这个便利商店提款 结果我 我发现 师母给我是信用卡不是提款卡 他就开始怀疑我这个人了 你知道 什么不会简讯有这种人 然后你也不知道你身上到底是能提款 不能提款 然后 然后第二天礼拜一跟他联络 我就明明跟你讲 在哪个哪个哪个 麦当劳 跟你说你还说不听两三遍 你都听不懂 你到底是不是高雄人 我的问题我很知道 我妻子说 你就不要常常为了躲红绿灯快速 然后开小巷子 好不听 然后你要学习 学习 我手机就是拿来打电话给太太的 OK 我的问题 老毛病 壳子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就是固执 我就是 就是很多宗教性 然后妻子讲话 有听没有听 亲爱的你们知道吗 我们的问题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壳子我们都知道 但是问题是 主啊 求你怜悯 所以对我来讲 我每一天我都圣灵 我求你教管 依据在每件事情上面 我来颂赞 像这一次擦撞 要不要听我内心的深处 当然会很紧张很恐慌 因为我不认识对方是什么 但是 除了赔偿一些 一些道义上的以外 那个还小事 我不是为了那个损失 你知道圣灵充满 让我开始为这个人祷告 我说主啊 虽然没有什么大伤 我说神啊 拿他的脚好了吗 主啊 求主医治他 这就是一个圣灵充满 改变的一个概念 观念想法 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 我就活在自己里面的恐惧 害怕 然后我的利益有没有损失 我自己 圣灵充满多么重要 圣灵充满让我们成为智慧人 圣灵充满让我们能够分辨 现今的时代 是怎样 是邪恶 然后以至于我就不做糊涂人 我能明白神的旨意 以至于我每一天 无论发生什么任何事情 我的口 我的心 就能颂赞赞美 称颂我的神 阿妹 因此五十年前 在圣灵 临风吹向 一个原住民部落 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几个太太们 妇女们 圣灵感动她们 开始为族人 无论是酗酒 无论男女关系的混乱 无论整个原住民 可能他们开始在 只是非常少数几个 妇女们开始悔改 圣灵浇灌下来 圣灵浇灌下来之后 发生什么事 一直延续到现在 结果就有预言发生了 当这几个少数关键的妇女 开始祷告的时候 有一个长老 现在还在填补教会的 徐正义牧师的哥哥 他生下来就是没有耳朵 甚至是不能听的是 一个残障的人 当悔改悔改 圣灵再次浇灌下来的时候 领受三个预言 五十年前 大家听到五十年前 是在一个山上 一个原住民部落 那时候报纸 新闻 电视 都不发达 包括我出生的时候 电视也不发达 我这个年龄 大概大家都知道 电视那时候是有钱人家 才有电视 在这种资讯不发达 没有报纸 没有电视 没有网路 没有手机的情况下 神的灵拜访了 这个太亚族 新族兼十三项的这些 当他们悔改 圣灵教官 三个预言 直到今天都成就 你们思想一下 五十年前 资讯不发达 这些原住民部落 这些妈妈们悔改 他们没有看报纸 他们也不知道国际新闻 他们更不知道台湾 未来五十年的发展 三个预言 第一个 他提醒我们 当这三件事发生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悔改 在神面前 第一 两岸的领导人 有一天会握手言和 这件事发生了吗 发生了 马英九总统 在新加坡会面握手 第二件事是什么 能源危机 你们看这几年 不断的跳电 不断的停电 能源危机发生 五十年前的预言 这些原住民部落 他们根本没有 这些科学的知识的尝试 他们也不了解 国家未来的发展 第三个更神奇的 台湾有一天会出现 女总统 大家能明白吗 在那个威权的世代 能想象说有一天会出现女总统 当这三件事同时发生的时候 台湾的教会要起来警醒 要好好的悔改 悔转 来到神面前 这三件事现在都发生 就如同我们现在读到的 耶利米书 耶利米书 一开始就讲到先知耶利米 神让他看见北方有灾祸来到 但以色列百姓就不相信 北方有灾祸来到 北方好好的 干嘛会有灾祸来到 因为那时候 亚述帝国衰败 世界的局势重新洗牌 所以怎么可能呢 但是先知的预言不断的警戒以色列百姓 北方北方 留意北方 以色列百姓无所谓 继续这样 所以千万两年知道圣灵充满多么重要 以至于我们可以脱壳 我们可以领受启示 我今天分享两件事 在这个世代 神要我们留意什么呢 好 谢谢同工帮我打到耶利米书 我这段经文在过去 我几周我不断的默想这段圣经 我们来读耶利米 现在我们整个灵修的导徒进度 进到耶利米书 刚刚还没说耶利米书 我们这一季已经进到耶利米书 我们来读这几节经文 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 在位十三年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 耶利米说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我未将你造在父中 我已晓得你 你未出母胎 我已分别你为圣 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 我就说主耶和华 我不知怎么说 因为我是年幼的 把年幼圈起来 耶和华对我说 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 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 你都要去 我吩咐你说什么话 你都要说 这个背景是 在什么时候 在约西亚王 南国约西亚 约西亚是南国最后一个好王的名字 叫做约西亚 当那时候亚述帝国的权势衰败 而整个世界政治局势重新洗牌 那时候巴比伦还慢慢渐渐要觉醒 但是还不成气候 因此周边的国家 许多小国家 中国家 大国家 开始要争这个 整个国际局势的地位 而约西亚这个好王 敬畏神的好王 当国际局势正在重新洗牌 他在南国犹大做一件事 宗教改革 除偶像 因此就在约西亚王第十三年 神的呼召临到先知耶利米 耶利米出生在一个祭司家族里面 他的工作原本是祭司 后来到了约西亚王十三年的时候 神的话临到了耶利米 从祭司 他因着回应神的呼召成为先知 耶利米一座坐四十年 历经了五位王朝 第一个是约西亚 第二个是约哈斯 亚哈斯 第三个是约亚晋 然后约亚晋 第三个是西底迦 好不容易背这个 历经四十年五位王朝 我在思想的时候 神的话在这样一个重要关键时刻 为什么不找天启呢 为什么不找我呢 为什么要找耶利米呢 年幼的耶利米呢 神对年幼的耶利米说 我未将你造在母腹中 我就晓得你 为你未出母胎 我已经分别你为圣 我已判你做列国的先知 现在什么叫年幼 不只是年纪小 年幼代表什么 不懂事 年幼代表什么 幼稚 年幼代表什么 连可能幼稚园正式毕业 可能还没拿到一张正式的毕业证书 可能连一句话都讲不清楚 没有任何社会历练 没有任何社会经验 年幼 连抄论文都不会抄 给他抄都不会抄 这叫年幼 但神却呼召年幼的耶利米 我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 圣灵让我停下来 不断的反复思想 当然 神把我带进到一个场景 就是我的背景跟他很像 我似乎是祭祀家庭长大的孩子 我似乎是在母腹中就被呼召 就被拣选的孩子 我是年幼的不懂事的 但我说神你为什么要拣选这年幼的 跟朋友说年幼 真的很幼很嫩 真的是年幼不懂事没学问 然后没有社会历练经验 神为什么要呼召年幼的耶利米 我不断的反复思想 我似乎听见神对我讲一句话 孩子只有年幼的神叫得懂 我们这有经验的 神已经叫不懂了 阿们 亲爱的月儿家人 你知道这句话在我里面 多么震动吗 曾经何时 我们是被神叫得懂的 曾经何时 现在神已经叫不动我们了 现在是我们叫神 神叫神神你动一下 我们已经不像年幼的耶利米 即便年幼不懂事 神的呼召领导他 因为神叫得动他 我们要从这里回转归向神说 我的心啊 我称颂我的神 我的心啊 能够让神叫得动我 悔改 就是转向神 转向神什么 从你所有的观念 理念 想法 你的信念 我主啊 而这件事 也是谢院长所讲的 五十年前 在一个不起眼的原住民的部落 只是几位妇女 被圣灵感动 从悔改开始 而圣灵 在原住民部落 倾倒 浇灌 在原住民部落 不只是带下先知的预言 带下部落生命的改变 而从这一个教会 开始在那整个山区当中 开始有一个宣教职堂的行动 圣灵开始来造访 而现在 这一波 当我读到的时候 第二个 不仅说神让我的心被叫得动 谢院长说 我们看见圣灵正在 少年人 下一代 神的灵正在触摸 所以我们就看见 现在台北联阳堂的整整牧师 他前一阵子有分享 当学生牧区 这些孩子们 他们在聚会当中 圣灵奇妙的造访他们 他们在敬拜中 只能复复 哭泣在神面前 神在这一波 留意这一波 为什么需要圣灵充满 我们知道神的这一波 借着下一代 席卷我们上一代 阿妹 借着下一代的兴起 正在激励我们这一代 所以台北联阳堂 母堂 就从学生牧区开始 圣灵造访 他们悔改 他们复复敬拜 而在成年人的全职同工 三百多人的聚会当中 谢院长没有办法讲到 圣灵亲自主导 接管 take over 这个聚会 所有全职同工 俯伏在神面前 今天我很渴望 当我们面对 五七八三年 要来的祝蓬节的时候 我很渴望这几天 无论小组 两三个人的RPG 或我们在牧羊里面 线上也好实体的小组牧羊 我们是否能够一起 在神面前来转向神 悔改 很重要 不只是为那过犯罪孽态度 来悔改 求神洗净炼净赦免我们 悔改的目的是 重新得着神的心 得着神的眼光 悔改不是只是为罪悔改 很重要 悔改 当神赦免洗净 涂抹我们的过犯 但很重要是 当着罪涂抹 很重要是我要得着神的心 跟他们说神的心 我悔改之后 我要得着神的智慧 生在祢的启示 生在祢的眼光 可以帮我打到 马太福音第九章吗 马太福音第九章 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 当我再一次 读这个经文的时候 神给我新的看见 圣灵充满多么重要 我们来读一次好吗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在会堂里教训人 宣讲天国的福音 又医治各样的病症 他看见许多的人 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如同羊 没有牧人一般 于是对门徒说 要收的庄稼多 做工的人少 所以我们当求庄稼的主 打发工人 出去收他的庄稼 当我再一次停留在这经文的时候 过去我们的重点会放在说 庄稼多 做工的人少 主啊 求你打发工人 出去收他的庄稼 我们可能有些放在 那福音 耶稣告诉我们 福音的内容是什么 那我们要怎么传福音 留意神给我一个新的眼光 在这经文里面 你看到三十六节了吗 三十六节这里讲到 耶稣看见许多人 就怎样 怜悯 耶稣看见许多人怜悯 因为他看出他们什么 困苦流离 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神让我看见什么 看见耶稣得着一个天赋的眼光 大家还记得 耶稣在肉身里面 他是木匠的儿子 木匠的儿子 也不是出生在有钱人 木匠的儿子 也是在社会没有地位的 木匠的儿子 是一个很底层的 很底层的家庭长大的 难道他不可怜吗 耶稣出生在一个 非常底层的家庭 是一个木匠的儿子 每天是铁钉腿爱 每天是跟铁钉为伍的 每天是跟锯子为伍的 但你知道这样的耶稣 他得着数天的看见 我要讲什么 很多时候你没有被圣灵充满 你只会活在自我中心 你看到是你比别人可怜 阿们 我灵修的时候神让我看见是 耶稣出生在非常底层的家庭 你现在去拿撒勒 拿撒勒现在也不怎么样 就是非常底层 但他得着一个数天的眼光 耶稣不断地被圣灵充满 得着一个数天的眼光 能看见 看见 他不是只有看见自己可怜 他看见 看见许多困苦流离的人 看见许多他们没有牧人一般 就怜悯他们 主求你让我得着一个数天的眼光 悔改 得着一个数天的眼光 得着一个数天的看见 得着神的心 没有神的心所看到的 你没有拥有神的心 父神的心 没有爱 没有怜悯 你看出去的都是 你比别人可怜 我们看见的是 我比别人可怜 他需要我怜悯吗 他需要我帮助吗 你知道这是耶稣 告诉我们在这里 我继续读 继续读 让我看见 请问 什么叫做教会 我再请问 教会在哪里 哪里是神的教会 当我继续读的时候 神的灵再次光照我 我们都一直在问 教会增长 教会增长 好像神似乎问我 我要回答一个问题 什么叫做教会 教会在哪里 哪里是神的教会 当然是我们 那我们要怎样 教会在哪里 教会就在耶稣 所走遍的各层 各乡里面 阿们 能看见吗 教会 是走在神的路上 是走出来的 耶稣走遍各层各乡 所以约尔 神把我们放在这里 我们不能不走 阿们 不错 我们在这里 我们成为神 让我们可能成为一个 这叫训练中心吧 可能这里成为一个基地吧 成为一个中央厨房 或成为 但是我们不是只有满足在一个 训练基地 不是 我们这里是什么 陆军总部 空军总部 约尔 我们在这里 神我们这么大 我们不是成为一个什么总部 不是成为一个什么训练中心 很重要的是 我们在这里 教会就是耶稣走到哪里 那里就是神的教会 今天你就是教会 你走到哪里 那里就要看见神的教会 同意的说 阿们 你在医院 那里可不可以几个人就成为神的教会 你在你的职场在那里就成为几个教会 你在学校那里就成为几个 成为神的教会 所以我们现在 有一些职场小组 透过RPG 我们很渴望再透过RPG 神的教会在职场 阿们 所以这里不错 可能是一个训练中心 但是我们不能只满足 这是一个训练中心 这里也要走出去 阿们 我很渴望在祝彭节前的 这一个主日 我求圣灵 打醒我们 这是神借着下一代 正在席卷 冲击我们上一代的时刻 因为我们上一代 已经不知道怎么回应神 似乎好像神叫不动我们 那神只好叫下一代 你能想想看吗 哪一天约尔真的出的主任牧师 是从学生牧师出来的 十来岁 二十岁就做主任牧师 可能大家要跌破眼镜 为月儿未来主任牧师 不是老扣扣了 六十岁 七十岁还在主任牧师 我可以跟你们分享 我里面的话吗 可能有些同工知道 我多么急切迫切 我们现在砸重兵 砸资源 全部在儿童跟青少人 跟大专 所有下一代 因为你能知道吗 仇敌都比你我更知道 当他仇敌得着下一代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没有未来 约书亚死后 对不起 摩西死后 还有约书亚 所以可以带领以色列百姓 进迦南 但是约书亚忙于征战 约书亚很厉害 很有恩高 征战能得胜得地为业 但约书亚死后呢 没有领袖 进入四世纪 国中没有王 这是我们约尔 在祝鹏节前 我们需要圣灵浇灌 让我们看见的 很现实的问题 阿们 我们不是只要把教会搞年轻 搞活泼 我想我们不是这样 但我们真的要扎实的 从我们的儿童 甚至母腹中 天天就要为你的儿子 祷告 抓我怀孕 我们中间 有多少是怀孕 或你的妻子是怀孕的 OK 真的等一下祷告 怀孕的时候 天天为你的孩子 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 在母腹中 神就拣选他 阿们 因为仇敌比我们更知道 当他们得着下一代 这世界就没有未来 所以我们需要 我们这些 有智慧的 有专业的 我们有学问的 我们有地位的 我们今天要起来 回应神说 神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我再次要说 什么是教会 哪里是教会 就是耶稣走到的地方 那里就是教会 所以你不要想 他叫阿相约尔这么 好多人好多人 叫做教会 我也渴望 在5783之后 在这里不是只有 充满许多人聚会 我们有燕巢 我们有东港 我们还要开拓一些教会 我们领受一百间 现在只有两间 你知道 教会 当然不是只有乡镇 你的职场 能成为教会吗 我很可我们在座的 未来的周末 燕巢 如果有需要 你的小组就呼应说 我们小组 这礼拜 我们到燕巢 我们成为福音的短宣队 我们到东港 成为福音的短宣队 你知道 你只有走进人群 走遍各城各乡 那里就是教会 阿们 所以你的印象 不要觉得 教会就好多人 好多人 好热闹 神不是要 要 要 要创造一个热闹的教会 约尔够热闹了 我也觉得很热闹 我觉得每一天 我们这个充满好多 社区的班 好多好多 很好 我们带领人信主 今天我们愿意向耶利米 回应神吗 可能你里面那个壳子是 有好多好多 觉得不可能的想法 我有孩子 我要这样 我如果去开拓 那我的孩子 上下学谁接送呢 我这样 我主啊 求主怜悯 我很渴望 我们今天从 一个 只放在自己 看见自己 自我中心的里面 能够再次悔改 来转向神 那个壳子 那个壳子 是什么 那个壳子在我里面 压着我 一句我们 就在一个困境的僵局里面 那个困境的僵局 就是我们生命中的壳子 那个壳子 可能或多或少你知道 但是我们没有力量 脱开这个壳子 那我神啊 求你恩待 当然你要在小组中 不断的学习 或许我们去课程 所以我不知道 明年蔡立正院长来的那几个堂课 大家报名了吗 报名的举手啊 我很在乎这件事 不多耶 可能连十分之一都没有 我鼓励大家 我们已经把神学院院长 搬来约尔了 我们都好不容易请来约尔 搬来约尔 好歹人家是个院长 好歹人家政治大学毕业 一路念念念到英国神学博士 好歹蔡老师很忠心 她一开始在我们领娘堂 后来神呼召她从事神学教育 她很忠心的在华神 一直到院长年老退休 我们需要走出去 也需要有一点装备走出去 所以我再次鼓励大家 我们为什么早早要预告 明年二月这件事情 因为这是福音最根本 最核心的训练 如果我们不知道福音是什么 那我们怎么传福音呢 我时间到了 我很渴望我要停一下 但是今天求圣灵激励我们 圣灵再次教官 所以祝彭节 神在祝彭节最大之日 站在圣殿上说 大声说 凡口渴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是指着圣灵再次要充满教官说的 请我们先生团队可以到前面 我们要一起来回应神 我不知道刚刚在信息的分享的过程 你里面说 主啊 我很想脱壳 我不想再困在生命里面 困境的僵局里面 我们不是要东奔西跑 我们也不是用我们的血气肉体 为神大发热心 但主啊够了 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压制够了 主啊 从我的思想 我的意念 主啊 从我的信心里面 求祢再次点燃 神的灵 教官 让我真的分辨 这个世代 我们当如何来侍奉神 今天我们 来听神向我们生命的声音 如果神今天要叫你 你叫得动吗 你叫得动吗 会不会你说 神啊 等一下我还要再做这个 我还要做这个 我还要做那个 我们生命中有太多的壳 我们要进到五七八三 未来丰收的七年 可是神可能叫不动我们 因为我们有太多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 有太多自己的壳 在我们生命当中 很难被神来使用 在这祝从节的节起 神的灵要降临在我们中间 会有一个超自然的脱壳 是你不明白 就在这个季节 突然间你的眼光就跟神对起 突然间你就明白神在讲什么 突然间你就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 会有一个这个季节 因为我们无法自己脱壳 听着我们背那个壳 背太久了 无法自己脱 但是会有一个超自然的启示 下来你突然间就明白 而神跟你讲话的时候 我求主帮助你 说主啊 我在这里请差钱往 然后你要做的事 真的就比耶稣更大的事 因为神要你做的比耶稣更大的事 所以无法在你原来的思想里面运作 你需要让神的灵来掌管 所以我们要来祷告 我求主这个时候有一个启示在你的心里面 你来回应神 神啊我的生命的僵局 因为在我自己的思想里面说 我有这些僵局我走不出来 父啊求你这个时候 让我有你的眼光 我有你的思想 我有你的解读系统 主啊求你打走所有的帕子 所有我们在地上忙忙碌碌的帕子 所有用我们自己的方法的帕子 我们愿意在最后这七年 跟耶稣一起走遍各层各项 主啊求你在我们的职场 主啊让我有你的心 有你的眼光 看我职场各样的机会 求你让我在家庭里面 父啊我有你的眼光 看我的孩子 看我的配偶 主啊我求你这个时候 进到我们的当中 进到我们当中 未来这个礼拜 这个祝福蓬节 神啊你的帕子在我家 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家 欢迎你的帕子进来 欢迎神的同在进来 拿手所有的帕子 我们能够明白认识祢 主我们谢谢祢 我们起立我们的时刻来回应神 一面敬拜 一面让我们的心来转向神 一面祷告说 主啊我需要主的灵帮助 主啊我需要主的灵帮助 主以祢大能的双手 改变我的生命 祢爱不变 祢大能的祢自助 祢大能够赏 主啊我需要主的灵帮助 祈祢我主 我深刻慕神灵的美好同在 没有任何能能与祢相比 我愿意深刻唱敬拜 耶稣我主 当我们看着圣经 神在每个世代所兴起的 不是只有祭司先知 不是只有传道人牧师 当你打开圣经 神在每个世代 更要兴起的是职场的人 尼西米是职场 约瑟是职场 戴伊利和他三个朋友是职场 神在每个世代要翻转 是在职场 所以职场弟兄姐妹 我们举起手来 所以你可能不知道 怎么样来翻转 神现在所量给你 呼召你放在的那个职场 但是当神的灵 脚管充满给你智慧 给你启示 给你看见的时候 你能明白神要在 你的道路里面开道路 阿爸听我特别为这些 主啊每个在职场的弟兄姐妹 主啊职场是一个呼召 职场是神的工作 在那里要建立神的国度 在那建立神的教会 职场每个弟兄姐妹 主啊在五七八三里 我们有一个觉醒 星期 主啊我们不单单只是为了生活 为了赚钱 而主啊是为了您的国度 为了神的教会 因此神的教会 在职场多多多多 更多被建立起来 职场的教会 主啊我们每个人回应神说 主啊我不知道怎么做 但神的灵浇灌在我里面 做我的公司 我的诊所 做我的学校 做每个 我的在金融业也好 各方面 主啊都需要被神来使用 你可能在媒体 你可能在司法 你可能在医疗界 在金融业 各行各业 神啊我求你在那里 你的教会 不是像我们 哦要充满好多人 两三个人就是教会 两三个人 教会一群人在那里敬拜神 那里有神的同在 那里就是神的教会 主啊每个弟兄姐妹 在五七八三年 我们来回应神说 神啊我不知道怎样做 但主教导我 牧师鼓励你从RPG开始 RPG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就两个两个三个人 开始祷告 开始寻求 神的灵浇灌开启 阿爸天父 我特别要来祝福 职场的每个弟兄姐妹 你看见每一个人的心 每一双手 主啊你知道我们何等渴望 在神所为我们预备的 专业领域当中 开启一个职场教会 新的恩高的道路 领到我们 因此主啊你呼召耶利米 也呼召我们 主我们说主啊 即便我们年纪比耶利米大 但主我们要成为一个 能够被神叫得动的人 父我谢谢你 赞美耶稣 愿主的灵 主的灵 主的智慧 主的话语 主的旨意 领到我们身上 谢谢耶稣 愿我主耶稣就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交通 引导安慰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 永永远远 阿们 再把荣耀祭祭祭祭祭祭 我认识你 我主 我身可母圣灵 你美好同在 没有任何能能与你相比 我愿一声歌唱 敬拜耶稣我主 圣灵的感动交通 耶稣我主 我愿一声歌唱 敬拜耶稣我主 我愿一声歌唱 敬拜耶稣我主